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来用餐人除了拍山景之外就是要跟这些墙面拍照 因为这些好红拱门就看起来像是有巴洛克风情 仿佛来到欧洲一样 这边室内的装潢跟橙色真的很有趣 除了可以看到老板很多的收藏之外 他整体有木头桌椅的设计 再加上采光非常好 待在里面真的很舒适 不过来到这边可不能只待在室内 因为它外头才是真正的私房景点 快看 这边的风景真的非常漂亮 而且这边还有户外用餐区 我等一下就要在这个阳光跟风景之下用餐 在这样漂亮的景色之下吃饭真的是超级享受的 我特别点了他们家的青酱干贝炖饭 因为老板跟我说他们的干贝 可是每天新鲜直送到山上 他们的米特别选用台湾的台根九号米 所以吃起来还是有那种传统的炖饭 米心会硬硬的口感 它的干贝咬起来是真的很鲜甜 再加上它的青酱不愧是当天现做 所以它的香气非常的浓郁之外 再加上它有撒一些松子还有甜椒 所以吃起来会更有不同的口感跟层次在里面 我还特别体验了一个他们的每日限量饮料 这是来自嘉义的鲜渣果 然后他们特别要熬煮一个半小时左右 才可以做成这个鲜渣冰炸 配着炖饭吃既消暑又可以帮助消化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步道可以连接 从猫空到这边大概只要花20分钟左右的路程 就可以享受整个森林分舟金玉 走过来之后休息一下 点个餐 点个饮料 享受一下下午茶 悠闲的气氛配上美景 很舒服 惬意吧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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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